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大概今天第二天最期待的一層閃電秀 那其實在閃電秀之前 我們想必大家都有玩一些大地遊戲 跟一些想知道我們今年的 大地遊戲的識別證是怎麼製作的 然後我們就邀請活動組上台 分享一下他們的結果 跟他們開發秘星 那跟大家講個小八卦是 其實他們一直努力的修這些東西 修到第一天早上 你們報到前一個小時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努力 然後歡迎他們來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活動組 那在我接到活動組組長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我們今年要休息 就是我們不會開發太多新的東西 但有一天有一個人說 那我們要來發想嗎 然後就從一個變成兩個 然後變成十個 然後所以我們就開發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活動 我們在五個月內辦了十三場黑客送 每一場都是從下午三點到晚上九點或是十點 那我們先來介紹第一個活動 RECTF 就是我們聚集了2015年到2022年 所有就是HECON CTF的精華 然後把這些題目做複刻 這些是所有的題目 還有Subit Flag的數量 那這些是一些數據 有459個人註冊 解題人數就是至少解一體以上的人 有109個人 然後下面有True Flag跟False Flag 然後這些是False Flag的部分 那最多人解 然後解錯的是It's EasyXXD 啊不是說很簡單嗎 好 然後最下面這個Old Flag 是指有人直接把過去HECON的Flag 或是別場CTF的Flag拿來送 抄作業的時候記得要改名字喔 那就是剛才說抄別場CTF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一題叫做啪啪啪 然後今年的Google CTF 有一題叫做啪啪啪啪 然後就有人抄錯了 好 那RECTF的最後有一個分享會 就是讓有參與RECTF的人可以互相分享 然後解最多題目的 就是最高分的人 可以得到OSCP的考試機會 那我們的RECTF的平台 會持續開放到8月25號 如果有興趣的人還是可以持續解題喔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這一次有一個活動叫Batch大亂鬥 那相信這幾天大家在會場的各個角落 和贊助商攤位 對這個活動組出品全手工讀卡機 有很多的印象吧 那它是由活動組手工組裝 手工焊接手工接線 連壓克力板上面的洞都是自己鑽的 對 就是希望大家喜歡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在會場的七個地方 總共有七個地方放了散落的讀卡機 那有玩遊戲的人呢 不知道大家找到了幾個呢 這次的Batch大亂鬥總共有四個小遊戲 那第零個呢 是Emoji留言板 呃 就是大家在贊助商攤位刷卡的時候呢 會獲得Emoji 那有些人就會把它上傳到 我們的這個打卡牆上 所以呃 如果有一些惠眾比較聰明的 他就會發現呢 其實卡片上某一地方會存放那些Emoji 那他如果知道怎麼存放的話呢 他就可以直接去修改 那就會在上面直接可以去推送他想要的自傳 對 然後我們也有發現有人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很棒 下一個遊戲的是波波駭客貓 它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改編前一陣子很流行的一個popcat的遊戲 那在我們的規則書上面呢 可以仔細閱讀的話呢 就會發現呢 我們有一個最低分的兩名有獎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可以看到這兩天的積分版 這最高分的三名跟最低分的 就是最高分跟最低分我們就把它列出來 這樣子 第一天是全部都是最高分的 然後第二天的下面三個是最低分的 所以呢 可以看到就是 在正常情況下刷卡一次次加一分的情況下 我們呢 有人玩到了-9萬多分 對 然後並且也有人 玩了27億分 對 相信這些人應該已經非常明確地掌握到這個遊戲的真諦了 再來是一個小小的fun fact 我們這個遊戲本來是改編popcat 所以呢我們當然就是想要做一個popcat的東西 就是在讀卡機的旁邊接個螢幕 然後就你刷卡的時候它就會 這樣子 對 所以只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伸出那麼多的螢幕 然後並且開發的時間也有限 所以非常感謝形象組幫我們產生了這個可愛的動圖 但我們沒有辦法使用它 對不起 好 再來下一個遊戲是跑跑駭客貓 它的話呢 就如果有人到活動組的攤位來玩的話呢 就會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瀏覽器的小恐龍遊戲 那這邊是兩天的排行榜 好 對 它很明顯就是直接抄作業 直接抄那個小恐龍 那所有的整場的會眾總共遊玩次數是1412次 然後所有的分數加起來大概是10萬分左右 那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它的算分公式大約是每一秒會得到10分 所以呢 我們總共大概浪費了這個 國家的未來動糧 新鮮肝臟 生生血子的三小時的這個寶貴生命 非常抱歉 對 好 然後它一樣呢 是我們想要做貼皮 但是一樣因為一些就是那種開發什麼鬼的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在倒數半個小時的時候 趕出了這個東西 那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隻小小的駭客貓 好 最後一個遊戲是屬屬駭客貓 那它是一個就是數學 比較數學導向的一個解謎的小遊戲 那它的參與比較沒那麼熱絡 但有參與的人都表示它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它的比較有效率的解法的話 會是寫程式報收或者是 其實後來有人來跟我們回報說 它用了其中的某兩台都卡機 就可以解出所有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被破解了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活動 這次開發的一個讀卡機 那一樣是在活動組的攤位 對 就是大家不要掃那個QR Code 我們警告過你了 對 然後這個讀卡機的介面呢 是由Python的TK interface的套件寫的 那全部都是由我們組員 就是純手工刻畫 這樣 另外是也許有人對這個東西有點熟悉 那我們確實 它也是一個RFID的讀卡機 那我們今天在會場也有會眾拿來我們的攤位 展示了一下它的玩法 並且就是把旁邊Dashboard的電視關掉了 那還好它後來有把它打開來 對 所以就是一個小差距 對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就是一些成果 那可以看到就是Arduino的部分寫了四千多行 然後讀卡機的部分八百多行 API Server Dashboard這樣 那總共有大概一萬一千行左右的程式嘛 那我們的員工人數是四人 這裡I love my job 謝謝大家 活動組有夠超 連專童都過勞 他正在冒煙 好 下一個是被舉的好朋友大地遊戲 就是相信有玩大地遊戲的人 都會在會場上看到很多這樣張貼的指示 那關於大地遊戲的數據註冊人數有三百 九十六人 那綁定Bench的人數是兩百多人 全數通關的人數有七十五人 謝謝大家的永遠參與 然後這個是就是抽獎的部分 那它其實它的原型是日本的千本調 但是身為HECON最慈儉、刻苦、客家的活動組 我們決定用報廢的網路線來做 活動組有夠超 連形象組都過勞 這是半夜十點或是十一點 然後形象組在努力的部分 不過這一頁其實是我的組員做的 我覺得我跟形象組組長的時候都有 講話的時候都有說拜託 非常的有禮貌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活動組的開發方式 我們就是死線戰士 五月的時候我們就很樂觀地覺得 七月十五號的時候工人大會 我們一定可以給大家測 然後到七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就發現 哇 為什麼的所有東西都只是精神AC 東西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到前一天半夜三點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人在講說 都什麼時間了還在發PR 給我直接推上面了啦 然後當天早上 有人開始說 背局的API為什麼全部都連失敗 不過大體遊戲應該還是有順利進行 希望大家還是玩得愉快 Dashboard 然後我們每年在開發的時候 都會一直有新的東西推成初心 例如說react next等等 但是有時候 新的東西我們不見得會用 離天然越近的時候 code的quality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決定 用Velena的JavaScript 首科的就是讚 Bounty House Bounty House今年只有開了兩場 就是在不能錄音錄影的 小黑屋裡面去分享 一些講者不會在講台上講的部分 那Hacking 101的部分是今年新的 就是希望藉由兩個小時的時間 講者帶會眾 去了解一個新的領域 藉由手把手的方式 去讓大家更了解這樣 那我們發現了最早排隊紀錄的當事人 然後我們就訪問了這個當事人 當事人說他第一天沒有參與到 但是為了Hacking 101他可以等 所以他等了兩個小時 好 講到這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活動牆先爆的時候 我們其實說有七個精彩的活動 但是一直到現在 大家應該都只有發現六個精彩的活動 好 那就來公布我們的隱藏 藝藏活動 釣魚牆 那他其實如果有參加前幾年的Hecon 那會發現有綿羊牆這個東西 但是今年我們就推陳初心 變成一個釣魚牆 那我們的活動中指就是 讓與會者感受到駭客的威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會場中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的這個Hecon CMT 2023 沒有上鎖 它不需要密碼就可以登入了 所以假設有與會者不小心的連上它 它就會進來我們的內網 那連上去之後就會跳出一個 叫做Captive Portal的頁面 那就像是你去學校 你學要連Wi-Fi 你可能就要連那個EDU Room 那這是一個相同的概念 那我們就騙你去登入這些 你的敏感的資訊 然後釣上你的帳號 然後上傳到 上傳這個帳號密碼之後 就會出現這個Introduction頁面 會叫你說介紹釣魚牆在幹嘛 然後跟你宣導一些資安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叫你去連官方Wi-Fi 不要再連錯了 然後還有一個小活動就是 你可以更改你的Description 來跟大家say hello之類的 最後是還有我們有在網站中藏一些flag 你可以提交 然後你就可以增加一些flag 好那這是我們的Dashboard 那我們最後發現 我們發現裡面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先講一下成果 就總共有將近200次的登入 那其中有20個看起來是真的不小心連進來的 我們把它稱為綿羊們 好然後再來是 甚至有兩個是手機號碼 對然後有七個與會者至少有找到一個flag 最後還有一堆是來簽到還有來亂的 這邊在場可能很多人都有來 來填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們都有看到 謝謝你們 那我們有趣的發現就是還有 不愧是駭客年會 就我們看到很多XSS3 Sequant Injection的payload 但很遺憾的 我們釣魚牆並沒有直接漏洞 然後再來是一些有趣的Description 我們就抓了幾個 那最後還有一個小傲嬌說 我才不是故意點進來的呢 哼 然後最後 這是我們組內的組員DoraErik 他被另一個組員說 另一個組員假冒他的Email 然後丟上來 然後Description寫了說 我是活動組萬能DoraErik DoraErik 但是那個萬能的DoraErik 表示說他刪不掉這個Raker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總召Danny 他也有來參與我們的釣魚牆 然後跟大家說了一個Hello World 但是他表示說 裡面其實有很多不是他 最後 歡迎大家明年加入我們的活動組 謝謝大家 請問電腦是要送我們了嗎 可以作為貴重的獎品 有 有嗎 求個螢幕 求個畫面 有耶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請Revo的主席 他有一些關於 11月的Econ的活動要分享 畢竟Lighting Talk不能工商 所以我們只好尊重我們的Revo主席 給他一點時間 那就再麻煩大家聆聽一下 謝謝 對 對 還是要來工商一下 對 那大家在Hecon這兩天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那當然 玩得不開心的我們決定加場 所以我們今年在我們11月的時候 我們決定舉辦另外一個活動 叫做Hecon Carnival 就是駭客的狂歡節 那我們的時間在11月14號15號也是兩天的活動 那這兩天的活動我們也會舉辦一整套的活動 一整套的這個活動議程 那這次的活動是比較貼近於企業的 所以像今天大家在這邊看到是非常企業 非常社群場的活動方式 那在11月的活動我們就比較偏近企業相關的 那首先我們會有Hecon CTF 那相信在座各位對CTF都不陌生 而且我看到有200多個人已經打了RECTF 已經做好熱身了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與CTF 那對企業來講CTF是一個很好培育資安人才的地方 那今天這兩天大家看到很多演講的講者 其實都是Hecon CTF以前的常客 那我們也會有對於比較高層 如果你是管理成績的人 我們有CISO Summit 那我們CISO Summit希望是會邀請 國內外的CISO 那這些CISO我們大家齊聚一堂互相討論 那透過圓桌會議的交流 那建構完善的企業資安的政策和未來發展的趨勢 那所以我們對於年輕的資安人才CISO 都有一些項目 那我們對於企業藍隊 我們也舉辦了Hecon Cyber Range 它是一個藍隊競賽 那我們希望這個藍隊競賽 未來可以像CTF一樣 它成為最困難的一個藍隊競賽 我們在這個競賽中會模擬每個隊伍 就是你公司的藍隊調查人員 那你遭受攻擊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進行事件調查 那這個活動是Invitation制的 所以我們已經邀請了國內的金融電商或者是半導體各個單位參與我們的競賽 那我們最後還有Hecon Enterprise 那就如同以往我們就會帶來更多企業面向的職安技術與管理相關的議程 OK 那離我們現在最近的就是Hecon CTF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我們在11月14、15會辦CTF 但我們剛剛提到那個地方其實是決賽 我們的Hecon CTF的初賽就在大概三個禮拜後 9月8號到9月10號的下午2點開始 那我們Discord已經出來了 那之後也會提供給大家註冊網站 那尤其歡迎今天有打ReCTF的同學們、會眾們 歡迎來參加Hecon CTF 那最重要的是今年我們也回歸實體的決賽 並且我們也會邀請國外的參賽隊伍來台灣一起進賽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自己是最強的駭客 然後想要跟世界頂尖的駭客交流 那你一定要參與這場比賽 OK 好 對 所以 11月14、15 那如果今天大家還沒有玩夠 歡迎大家再來Hecon Carnival參與我們的活動 好 謝謝大家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跟大家補充一個忍知識 14、15 然後16號其實是我的生日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Lighting Talk時間 那我想 今天 今年的Lighting Talk雖然有點少 而且 但是我們今年增加全新的拔線方式 就是如果我們 你只剩下五秒的話 我會 開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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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畫面直接按滿 滿到 滿完之後 你就可以下場了 好 介紹完今天閃電秀的遊戲規則之後 我們就來歡迎第一組的閃電秀講者 來上台挑戰看看囉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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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國稅 國稅報稅 想報稅的嗎 去吧 好 好 就是 那個 國稅局我也好想用電腦報稅 那 每年要進國民義務的時候 報稅的時候 我都會打開我的電腦 還要開啟我的瀏覽器 那我的電腦呢 是 Arch Linux 跟用的瀏覽器 是 Chromium 或 Firefox 那同時我也試過 就是 Windows 加 Edge 還有 IE 然後就會去連到那個 國稅局的網站 然後去做報稅 那這是國稅局的網站 那就用那個網路網頁線上報稅 那進來的時候呢 就是 欸 很奇怪 第一章就顯示說 那個圖形驗證沒圖片 然後我就不曉得怎麼做下去 然後我只好再重新 F5 然後選另外一個 那個報稅方法 然後一樣就是 用那個手機門號進去啊 然後它還是顯示那個圖形驗證沒圖片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登不進去 那就是我只能說網頁版的 包稅系統的那個防無人機制就是很好啊 嗯 非常好 然後我一直莫名其妙 就是即使登錄進去了 然後也會莫名其妙一分鐘就被登出 那說好的可以有十分鐘的那個 session 那重新登錄後又說我重複登錄 上次會正常登出就像這樣子 那已經系統那個系統就把我登出這樣子 那我也沒辦法報稅 那我就沒辦法見國民優 那我沒報稅就不是我的錯了嘛 然後在某一個星期一的晚上啊 我很不爽啊 所以就報了這個Bug到國稅局的局長信箱 然後跟大官講話有的好處就是 就是幾天後就會有人打電話來說 欸 根據我的敘述來看啊 好像是路由出了問題 然後問我用哪一家的那個 ISP 然後就回答是北都 那 就是第四台 那他說 欸 這個以前有發現到就是說 第四台的網路使用者啊 就是有跟我一樣的情況 然後就是一直被報稅系統登出的問題 那因為報稅系統呢 他說他還有兩個site 那因為就是北部跟南部 那如果說連續兩個request都是 各自被導到不同的site的話 就會判斷成就是重複登錄 或者是不正常登錄出資訊這樣子 那請我再試試用 比如說用手機電信商的那個網路 登錄進去 那我有試了一下 嗯 的確是就相對正常 那隔天就是國稅局的人 就是再來電話 然後來電話問我測試結果 然後我就說 嗯 手機電信網路是可以正常報稅啦 那他說他們會再去 去喊到那個ISP 然後協助路由的相關導引 那我就問說 那這是因為國稅局的包稅系統 有做load balance的嗎 他回答是說 嗯 對的確這跟load balance有關 使用的request被導致錯到兩個load balance的site 那我心裡就說 嗯 所以聽起來像是GSLB的問題囉 那什麼是load balance呢 一般情況來講就是使用者很多的時候 就是 server side 可能就會 scale up 那以網頁來說 以網站來說的話 可能就會有很多網頁伺服器 那從裡面中間會讓所有的request 經過一個load balance的複載平衡 然後把流量導到依據一些演算法 比如說redden或ronlobin 或是就是 依照那個with 就是忙不忙碌來看 然後去導引到他load balance後面的那個server 那如果說 比如說 以一個htp的那個服務來講的話 如果說使用者一開始連進去的 那login的request到了server1的話 可是第二個request 他被load balance導入到其他的server去的話 那因為session不一樣 所以第二次request就會失敗 他就會被登出 那就很像我剛剛的情況 那除非說load balance有開啟一個persistence 或者是叫做session sticky的功能 他才能夠正常的把屬於同一個session 都導到同一個後面的伺服器 那又或者是說就是 伺服器重構 然後把所有的session放到session server上面去做管理 那所有的前面的第一層的server 就全部都吃到那個session server去看說 這個使用者是不是曾經登錄過了 有登錄過的話 就把這個session再拿出來使用 那剛剛講的是在一個site的情況下 那如果說在多個site呢 因為有很多的情況下 比如說你的服務是跨國際的 比如說台灣 日本 美國 歐洲之類的 那你可能就會用到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e 那你可以依照你的低域不同 就是去把你的流量導到不同的site去 那通常這樣子的行為會是 使用者會先去問一個DNS server說 如果說我的要去的那個domain 它的IP是多少 那那個DNS server就會告訴說 比如說它可以依據你所在的區域 比如說 geolocation 然後去告訴你說相對應的IP是多少 那如果說同樣的 它把你的 比如說你第一個request是做login的動作 那第二個request是做process的動作 可是它第二個request把你導到另外一個site的server去的話 那你的process的那個動作就會失效 因為你的session並沒有在第二個server這邊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就是在做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e的時候 它的那個DNS的record的那個TTL通常都很短 通常是五秒到六十秒之間 所以它才能夠快速的切換 我的時間不夠了 然後這個就是 就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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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都有 講過來了 說話 我搞定這隻麥克風 喂喂 好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我們可愛的駭客貓的效果了 那希望UCCU的VPN大亂鬥也可以讓我們嘗試看看按按鈕的感覺 那時間就交給大家開始倒數計時哦 好 那大家好 我們是UCCU Hacker 我們今年又來辦VPN大亂鬥了 那跟第一次來的人簡單說明一下我們這個VPN大亂鬥 那它主要就是我們架了一個Server 你只要從不同的IP連線到這個Server 我就會幫你加一分 OK 所以你要嘗試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來企圖得到最多的IP存序 這就像你今天有個網站被擋住 你要怎麼繞過它呢 就是用VPN吧 好 那來複習一下去年的架構 我們去年非常的首科用了最棒的語言PP 沒錯 然後幾乎沒有任何的cache的機制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在開在六小時Server就直接炸掉 然後最後IO直接扛不住 那在今年我們在想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決定要復仇 所以我們做了VPN大亂鬥2023 那今年呢 非常的不巧 大家都很忙 不是講者 就是剛好有活動 好 所以只有一個人來負責開發 他非常的辛苦啊 到測試前一天都四點才睡覺 OK 系統的bug再跟我說一下 那我們就問他 你今年改了什麼呢 他說 還好吧 就是架構稍微改一下 加了一點點cache 好像三層 四層還五層吧 OK 所以這就是今年的架構 我們今年架構稍微簡單了一下 把JS的驗證拿掉了 那我們就是用Cloudflare的這個驗證 那我們主要的語言也改成python 然後多了memory cache 然後在這邊設計了很多不同頁面的cache 好 那主機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要發揮乞丐超人的精神 白嫖起來 好不好 我們不曉得今天到底 這兩天活動有沒有辦法撐住 然後在我們server上線大概兩個小時的時候 突然開始有人DDOS 他打了205G的流量 OK 我們超緊張的 因為我們看那個GCP的量 一直 sovereignty 沒錯 然後過沒多久 我們就收到 Cloudflare 的Ddos 警告 那這是去年的 PAGE 那我們今年把它更完善了 這邊我們新增了大概應該有2、30種 PAGE 那有些沒有顯示在上面 那總共是只有五十種的Page 可以使用 那大家一樣的 到處都是可以濫用的服務 那今年新增了一個新的排行榜 是這個懸賞金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會根據你的風險值 如果你的IP越惡意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越高的分數 OK 那如果你只是一個正常的連線 你可能會得到零分 好 接下來看一下 今年都把這些IP BPM大亂動都撒到哪裡 包含了像是Baha Github Facebook 然後有人非常聰明 他把他自己的VPS redirect到這個地方 所以只要有任何的scanner 少到 他就會加一分 那最厲害的其實是 這個人 他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是一個 網站管理員嗎 他把很多網站 你現在不一定 正在開著網頁 就在幫他加分喔 好 以上這些 都不是我們造成的流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所以我們總共在這兩天 收了大概75 million的request 然後主要呢 包含了很多台灣網站使用者貢獻 那還有像是 YouTube啊 Google Twitter Facebook 等等的 那大部分人使用的程式語言 還是用Python居多 好 那剛剛講到的那一根 其實我們仔細一看 他都沒有加到分耶 他的程式不小心 多了一個反斜線 導致他沒有接到球 倒數一分鐘 OK 那接下來分享一下得獎感言 那這邊通緝懸賞金 他說他都是用正常的服務 那剩下的就不方便說 那在土林獎的部分呢 今年因為沒有那些奇奇怪怪的 誰是楊成林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然後要叫你點紅綠燈啊 所以變得很簡單 他只要用Templar Monkey 就可以解決 好 機器王的部分呢 他非常厲害 他用手機不斷的開啟飛行模式 再點回來刷IP 進去又出來 進去又出來 好 那在飛人獎的部分呢 他就是買VPN 有VPN就是網到 好 最後去年的流量 我們把去年的網站開起來 發現一個禮拜進來 還有900多個request 好不好 大家記得要關機器哦 不要再送了 不要再送了 好 那最後感謝我們的贊助商 好 大家可以搜尋 粉絲商業UCCU Hacker 謝謝 謝謝UCCU帶來的 BPN大亂鬥 那接下來就有交給 有位勇者勇闖Devcon的一週遊記 一週遊記希望他可以帶給我們一些關於一些植物類的知識這樣子 喂 嗨 好 好 現在時間開始了 好 那我的主題是 Tripping or Tripping in the DEVCON 31 CTF 永床堵城一週 好 那大家已經講說 CTF 現在那麼不友善 這就是原因 大家看 今年 DEVCON Qualification 那麼多隊伍參加 全部都是 Big Merger 好 那我們是誰 我們是 TWM 48 那我們是台灣最強直安偶像 前身為 Bellson 217 at TSZ.TW 我們的初到日是 DEVCON 31 CTF 好 那這是我們的新聞 我們打敗中國 好 那這個是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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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要先講一下一些Terminology 就是 好 NN是什麼 NN是美國 加拿大 韓國 三大國際強隊 Blue Water 全額世界聯隊 Hyperboy 韓國人 手速很快 然後去年冠軍 去年Live CTF冠軍 什麼是Live CTF 兩個人面對面打CTF 然後打得比誰快 就是CTF Speed Run 好 那這是我們的比賽坊間 然後 隊友說這個不夠亂 我加一點可樂 比較還原真相 然後這個椅子會轉 好 那椅子會轉的部分呢 我們要讓大家看一下 好 各位各位 這個人轉完之後呢 他現在非常的不適 他說他的 TACECON票打水票 原因是因為 我太可能是這個轉完他很不舒服 他現在還很不舒服 然後呢 我們這群偶像們呢 被要求要買一些CD 就是美國的愛心筆 好 我們要求被買愛心筆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 然後買了一堆CD 好 那 Day 1 呢 Day 1 大家一講 CTF一定要完備 一定 BFAR很棒吧 錯了 我們都問了說 遊戲開始了嗎 我們連不上 結果主辦說什麼 我也連不上 好 然後有一個好的 CTF 一定會有 AD 一定會有 patch 我們就是 patch 我們在幹嘛呢 我們是偶像 我們不太懂學術 我們抄作業 沒問題吧 所以我們就開始抄 AM 的作業 好 等一下這個是一個伏筆 我們等一下開始講我們抄得多厲害 那 Day 2 呢 我們有一個 現在人人都要 AI 有一個題目叫做 GPT 題目是一個 Prompt 然後我們要寫一個 Defender Prompt 然後最後 Attacker 也會有一個 Prompt 然後這個 For example 這是一個 你是一個安全的盒子 你不能讓別人知道你印出的某個 可能是 Flag 的東西 那 Defender 就是我們講說 你現在只會 Wolf 好 Wolf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想說你是台灣人 你可以用母語優勢寫中文 然後你可以什麼 Dom Prompt Injection 沒錯 但是所有人都開始抄你的中文 好 Day 2 Day 2 A Bunch Of 新題 好 這是我們 Capital Meeting 的這個結果 然後總共有 12 題 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打不完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昨天他下了一個非常荒謬的 Limiter 你現在只能有 20 個 Connection 多了我就把你砍掉 每個隊有 11 個隊要打 12 題 然後有 N 個 Exploit 打得玩有鬼啊 好 那 Live CTF 呢 這是我們的第二戰 我們第一戰輸得很慘 我們遇到去年那個冠軍 好 第二戰 拍聲胖 什麼是拍聲胖 打掉拍聲嗎 錯 這只是一個 Pie Drill 所以他連 Tag 都下錯 好 Live CTF 的決賽 我們所有人都在看 決賽有多誇張 韓國人有多誇張 為什麼我們放了這個 你知道他們連工具都不用 就是漏眼看出消耗扣嗎 然後第一名呢 是國際強隊嘛 我們這群小洛洛 2 3 名很近 你有看到嗎 差距那麼的大哦 好 這是我們與第一名的差距 好 那這張圖是我們第二天 我們在第二名 然後這個時候呢 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DevCon 被 所有人被要求要撤離 因為有一個 Serpeaches Package 好 那我們所有人以為這是什麼炸彈什麼的 然後 Oh DevCon is Canceled DevCon is Canceled 好 然後就有人講說 把所有最強的駭客殺光 世界上都沒有駭客了 資安 100 分 對吧 然後 誒 先別拍 我時間快不夠了 好 那 Day 3 呢 我們 Day 3 結束之後我們拿了第二名 好 大家還記得我們抄作業嗎 我們 Defense 第二名 我們 Defense 最高分 我們抄作業抄到第一名 對不對 我們從小訓練抄襲座 是有道理的 我們 Attack 是第二名 所以我們今年 哦 現在團體剩 50 秒 快了快了 好 這是我們的隊伍 然後 我們的隊伍棋上面有一個 我們一個房間有五個床跟二十八個廁所 好 這個是DevCon的貼紙牆 然後我們在主辦人在頒獎的時候講 第三名是貼體挑戰士吧 好棒 呃 沒了 蛤 蛤 蛤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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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壞了 掃一下 掃一下 大家不用掃了 還是 還是掃一下 拜託 那個 我們上面這些優質的名字 是來自 TenMins 我們謝謝他們 好 那請大家還多多注意 我們台灣之安偶像的第二戰 明年我們可以再加油 謝謝大家